我沒有收到通知 你聽得到我講話嗎? 聽得到 現在 哈囉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喔我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心情很差 妳家心情很差 對啊 然後我早上我起來 我要去銀行辦事情 然後我去樓下我要牽我摩托車 然後我就發現我摩托車發不起來 就欸嘿嘿嘿 老爸宣在嘔嘔滾 然後他不叫我起床 他就自己把車 然後就牽了我的摩托車 然後牽了兩公里遠去找機車行 欸欸欸 然後跑山坡 欸欸欸 然後 好久沒運動了 然後整身都是汗 然後牽到機車行的時候已經快一嘔了 然後很喘 然後老闆就 小姐小姐妳先妳先坐著休息 他就看了一下車子都沒問題啊 然後他拿那個噴鏽的還是什麼 弄滑鏡什麼 他就嘖嘖了一下 然後就 車子就修好了 對啊 然後我就覺得小美為什麼不叫我起床 我回來修就好了 是嗎 妳從早上那是七點的事情嗎 對啊 妳從早上七點不開心到現在 因為我好累喔 哈囉 我好累喔 而且台南還超熱 然後就 欸欸欸欸 哈囉 然後路邊還有死掉的小鳥 喂 妳真的喔 對啊 那扁掉了 然後我就 啊 小鳥怎麼會扁在路邊 欸 他可能颱風天 咻 喔說到颱風天 我們可以跟大家講我們小鳥事件 那是發生在這個颱風之前的一個小故事 那前陣子因為有颱風 颱風之前那風已經超大 呼呼呼 很大的風 然後我們那個窗戶都震的很大力 然後妳直接就在樓下準備要出門 然後就跑上來跟我講說 妳的那個重機旁邊有一隻麻雀 嗯 我說蛤 什麼東西 然後就下去看 然後就在那個已經毛長期了 可是看起來就是小寶寶的麻雀 就毛蓬蓬的 蓬蓬的 然後 小麻雀 那就是他就摸在那裡 我就 喔喔喔喔喔喔 很可憐耶 然後我就想說 奇怪他是怎麼捨進來的 他一看就知道在學飛啊 他從我們家的門縫捨進來 對啊 他就從門縫捨進來啊 然後我想說他在這邊 也不是啊 他不是在學飛嗎 那我就開門 然後走出去 我就在找他媽媽應該會在附近 然後後來我就把他帶出去 我就先把他放在那個那個花盆裡 然後啊 他就叫了 啊啾 然後他啾幾聲之後 我就發現他媽媽出現了 嗯 然後媽媽就在那個屋頂上啾啾叫 他很明顯想飛下來 可是看到我又趕快飛走 然後這時候我就躲在那個 我們的門的後面 這種重機旁邊在那邊偷看他 嗯 偷看他們的那個 然後媽媽就在那邊跳跳跳 跳那個小朋友身邊 然後再飛走 然後再回來跳幾下 感覺就是要教他怎麼飛 快跟著我飛走啊 快跟著我飛走 結果他好像嚇到了啊 不然就是 那一天風真的強到 那一天那一陣子因為颱風天 風超強 那時候風是真的超強 然後我不知道他是虎媽還是怎樣 他就是那一天 欸來可以今天風很大可以教你學飛 我怎麼在颱風天教小鳥學飛 欸來今天來學飛 他就受了很大的驚嚇你知道嗎 我就飛不起來 他就是飛一下然後就摔到地板上 那個飛一下那個風吹一下 然後他就很難過 結果他就 他就蹲在那個馬路上 蹲很久 然後我就很怕車子來 那我就在想怎麼辦 不然我們把他拿到我們家陽台 所以我就把他捧進來 然後走到我們陽台 然後放在陽台上 然後我就 其實我還蠻擔心說 他媽媽會找不到他 可是他陽台叫幾聲之後 他媽媽又出現了 結果我們窩窩在那邊 窩了一整個下午 我們就在等那個鳥不見 有人說風太比較好飛 真的喔 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他 他可能翅膀還沒硬 然後後來我們等了一個下午 他都不飛走 他在那邊磨了一個小時多吧 我覺得他媽媽也很辛苦 對啊 就是他媽媽就是 飛到他面前 沒有沒有一個小時 是三四個小時左右 好像是欸 從早上到下午快六點 都已經快天黑了 然後我很佩服那隻小鳥 他一直叫 他完全喉嚨都不會乾 然後我們那天就怕那個小鳥 在那邊都沒飯吃 不知道不會怎樣 然後我們還去剝一些麵包屑給他 喂 對我們就把麵包屑撒在陽台上 我媽要生氣了 哈哈哈哈 反正 反正就是他那隻鳥就一直在那邊叫 然後他媽媽就是 很明顯就是在帶他飛 他媽媽就是會飛過來 然後在我面前跳跳跳 然後再轉身飛 就那隻那隻他小孩就不理他 那是麻雀 對然後他又飛回來 又叫我又在他面前跳跳跳 然後又轉身飛走 他小孩子就不理他 最後的契機是 過了三個小時還是四個小時 我忘記了 我就開 因為我看到完全不飛走 我就開門 從陽台上就是走出陽台 然後他好像反而就被我嚇到 然後他就跟著他媽媽一起飛走 喔 你看有男男趕快飛走 哈囉 所以這就是麻雀 我們拯救了麻雀 並等待他飛走的discovery的故事 這算拯救了嗎 我們把他拯救 不然他倒在路上欸 然後想一下他媽飛走 然後啊我不會飛 不 喔 扁掉 可是那時候風太大 我覺得完全不適合小麻雀飛 對啊 有錄下來嗎 沒有欸 我們就是 欸我們有錄嗎 沒有啊 我們沒有錄 我們就躲在陽台 喔 這重點是說 我們還坐在陽台 看了三十幾分鐘以上 對我們 因為我們陽台是大落地窗啊 然後我們兩個就躲在陽台 另外一邊 然後在那邊看那隻小麻雀 然後他媽媽的風格 然後我們還趴在那邊看 然後你媽媽走上眼睛衝下來 我說我們在看小鳥 我們在看discovery 感覺就是小美這輩子撿過很多鳥 我撿過很多啊 我撿過班鳥 然後撿過麻雀 還有八戈 還有八戈 對啊 還有什麼 還有馬鹿 我說鳥 喔我以前 很小的時候 寶寶會特地帶我們去撿燕子的寶寶 燕子的寶寶 可是明明 我就覺得很奇怪 明明野鳥就是撿回來是養不活 後來長大覺得這不好 不應該去撿 燕子寶寶怎麼撿啊 燕子巢都會煮得很高 是 然後摔下來有機會死一半的小孩 一撲可能會死一半 是 他掉下來如果很幸運沒有摔傷的話 他就有機會飛走 啊如果摔下來不然摔傷就容易死掉了 他們是在學飛嗎 對啊對啊 他們都會築在那個 那個什麼屋簷的角落 重點說因為他們潮都築得很高 然後在零百貨那附近旁邊有一間土地銀行吧 還什麼的 很高很高啊 然後那邊有一排的燕子 然後很久十幾年前吧 大家都會流行去那邊撿燕子回去養 我不知道我是台南人我不知道 我沒有Gate到這個點 再見 我知道那邊很多燕子 可是我從來沒有去那邊撿過燕子 對那鳥會有人類味道 所以不能亂撿 你說摸過 摸過的話會有味道 啊可是因為那一隻 我們撿的那隻麻雀 是因為牠已經很大了 啊本來就在學飛了 如果是很小的幼鳥的話就不行 就是那種沒有毛 然後頭還凸凸的長 像恐龍的那種就不行 恐龍 那個叫通知野鳥協會 就會有人來幫忙 有時候看過 鸚鵡吃過自己的大便 對鸚鵡笨啊 鸚鵡有時候 欸那什麼 啊 什麼真的 鳩子也是啊 鳩子 蛤那什麼 啊 我不知道牠們是不是分不清楚 就是你可能 牠剛大 牠繞一圈回來看到那邊有東西 再填一下 那牠不是故意的 哦這什麼東西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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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哦 吃便便 對啊 哦 很酷年 那不然反正我們都講了鳥了嘛 那不然我們這一集說 鸚子的故事算了 是嗎 鸚子的故事 對啊 小美牠們家的鳥 雖然牠們家的鳥已經十幾年了啊 兩年了 對啊 小美養了十幾年的鳥了 小美牠們家的鳥有很奇怪的小毛病 小美家牠有用籠子 鳥籠關著嘛 嗯 牠們家的鳥很聰明 牠們家的鳥會把 會把飼料踢出來 對啊 因為飼料不是 出去 小鳥的飼料是卡在那個鳥籠裡面 對 就是推進去 卡進去 然後牠家的鳥會把那個飼料推出來 然後就灑在地板上 然後牠會用牠的鳥嘴先卡那個籠子 然後上下搖晃 然後呢 牠只要抓到機會 那鳥籠卡住之後 牠就用頭 然後用身體鑽出來 喂 牠就鑽出來玩 對 啊有時候那鳥籠卡的比較緊的時候 牠就進出進出 可是我不太敢養鳥 因為 我很多電器用品 對牠們會咬爆 牠們會咬電線 特別是越大隻的鳥 就越會把你的所有東西都咬爆 而且小毛 把拖鞋咬爆 把椅子咬爆 把包包咬爆 而且我好像被小美家的鳥咬過耶 對啊我也被咬過 很痛耶 對啊 牠的尖嘴巴 牠嘴巴很尖耶 對啊 小美咬那種是 而且牠陰勤不定 喔對 那個生氣的時候 牠會 牠個性不太好 牠很討厭我耶 因為我 我好像我有時候都會激怒牠 你不是故意的 牠對你不熟 牠對你很不熟 對我手指要過去 牠就會 牠是這樣子吧 牠的叫聲是這樣子吧 所以我要把牠放在你肩膀上的時候 你就特別害怕 對 我就特別害怕 就是 牠說不會啦不會啦 然後我一直覺得牠們爪子超尖的 牠說來放在你肩膀上 啊啊 然後牠 牠把我肩膀上的時候 我就覺得牠要把我耳朵咬爆了 然後牠在我耳部就覺得 啊啊 我就啊 我就死掉了 牠親戚把狗帶去牠們家 就是沒有 不是把狗帶來我們家 是過年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帶蛛子去看醫生 看完之後要 踢著鳥籠 啊順便去 他就繞去親戚家 然後那時候 親戚家養的柴犬就在那邊 然後牠就因為看到 欸有鳥 就是有動物的味道 然後那個柴犬就跑過來聞 然後蛛子會咬牠鼻子 超兇的 小美牠們家鳥超兇的耶 一靠近就被唸至死咒 然後小美說 鼻子就毀了 小美都說那隻鳥個性跟牠一樣 對啊很兇 很兇 脾氣不太好 好兇喔 所以我不太敢養鳥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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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鳥的個性不一樣 有些溫馴到 就是你給牠翻了翻去就沒事 而且小美有一次把 我去小美家小美家的鳥常常都在外面 然後牠有一次飛到我腳上 欸 牠是不是來跟我試好 牠便便在我腳上 就喔喔喔喔喔喔 是否便便了人類 我覺得豬子有點雞娃娃耶 瘋瘋的 Juice會有點瘋瘋的 我覺得牠很瘋 而且那個 我以前帶去給獸醫看 然後那個獸醫都說 你家鳥特別秀 我就 瘋婆子 牠是母的嗎 牠是母的 瘋婆子 牠會生蛋 我記得你還吃過牠的蛋 喔對 好好吃喔 喔那個是我們有煎嗎 我已經忘記了 有啊我們有煎牠的蛋 傻眼 好好出喔 欸 你要不要跟大家講 Juice黏到黏鼠板的故事啊 我們現在要怎麼講Juice的故事 我們這一題就是小美 可能主題是小美養的愛鳥吧 我們要講Juice的一生嗎 Juice的故事啊 Juice是我從國三到升高一的那一個暑假 我姐買回來的 你姐買回來的 對啊 妳姐怎麼會想說買Juice 因為我媽不准我們養狗狗啊 因為我爸爸以前還活著的時候 家裡面養了十幾隻的狗 最後全部都是我媽在處理 狗場喔 狗場 101狗場 101狗場 沒有就是各種品種 就是馬爾基斯啊 摳卡啊 雪納瑞啊 什麼什麼的 我爸在玩狗 等一下請問是各種品種各一隻嗎 對啊 啊牠就興趣就是每個品種會養一隻 然後還有博美 後來博美被我的大哥收養了 是 然後其他狗狗我也忘記 就是牠朋友慢慢的收養 然後我唯一有留一隻狗狗 就是馬爾基斯 那後來不見了 後來 牠有一天就被人家偷抱走了 我們找 那時候那個年代沒有金片 嗯 反正就是因為我媽後來就覺得 不想照顧狗 因為照顧狗很累 所以牠不想照顧狗 就不答應我們養狗 嗯 然後我們就好吧 那我們養Juice 喔 啊所以我就跟惠姐一起去挑Juice 喔是妳們一起去挑 一起去挑的 啊Juice那時候兩百塊 喔好便宜喔 Juice漲價 Juice都快要一千塊 真的 Juice的品種是什麼 嗯愛情鳥 愛情鳥 很小隻的那一種 所以愛情鳥現在一直要一千塊 七八百可能有 喔真的喔 漲那麼多喔 對啊 漲價 牠跟股票一樣 哈囉 漲起來了 好 所以那時候買了兩百塊 啊你怎麼挑到牠的啊 那時候牠就是 老闆就拿一窩的小鳥出來 然後那個牠身上就是那個白色絨毛 嗯 然後還沒有辦法分辨出來的顏色 那愛情鳥有分很多種 有那種土小櫻啊 還有什麼牡丹什麼的 然後牠花色有不一樣 有綠色的 啊紅色的 黃色的 嗯 還有藍色的 看不出來了 然後牠還是羽絨 牠在絨毛狀態的時候看不出來 所以你不知道牠會變什麼顏色 對 就很像驚喜包你知道嗎 哈囉 喔 然後那時候就在那邊挑 你說喔怎麼辦要去 要選哪一隻 然後就在那邊看 欸你看這一隻 特別好動 牠快爬出來了 牠一定很健康 我們就選牠 嗯 所以你看到牠說牠很活潑 牠很活潑 牠在幹嘛 牠就準備要爬出來 牠特別的好動 就是比其他的還要好動 喔牠長大之後一定很很可愛很活潑 長大之後 啊 啊 啊 哈哈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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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 然後我們那時候還養 整個暑假都在養這隻幼鳥 嗯 然後養到我們就很擔心說一個月不知道能不能養到牠自己吃甘飼料 是 因為我們要開始讀書啦 喔要開學了 對要開學啦 啊剛好養一個月之後 欸牠已經 牠已經開始可以吃甘飼料了 嗯 然後後來我們就慢慢養牠 那時候我們把牠放在一個方形很像倉鼠的籠子裡面養 還沒有準備大籠子 因為大籠子太大了 嗯 牠沒辦法爬去那個鳥 鳥房子 喔 牠還不會飛 是 我們把牠放在倉鼠籠子裡 然後養牠 你把牠當倉鼠養 對 啊等一下那個籠子是跟誰買的 跟一樣跟鳥房 沒有啊 那是我們以前養老鼠的 哈囉 啊老鼠咧 死掉了 幹嘛 不是老鼠最後就再見了 你不是用衣櫃養的嗎 啊對啊 那時候繁殖太多 101倉鼠 你買鳥沒有買鳥籠是什麼概念 有買鳥籠 但牠還沒辦法住 只是先放在倉鼠籠子裡 因為牠太大了 牠們不會爬 啾止住胸宅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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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繼續 然後我們就啾啾啾叫牠 就啾 然後牠就會看我們一下 牠就會那個脖子就抬起來看我們 身長 對身長 會站起來看我們 然後每次又蹲下去 我們在啾聲的時候 牠又嗚 又起來看著我們 養了一陣子之後 牠已經變成一隻漂亮的黃色小鳥了 那看起來就是一副要學飛的樣子 然後我們就在想說到底要怎麼教牠飛 然後牠就一開始只是會正次吧 然後牠好像想飛 然後我們就想說要怎麼練習 又不能把牠丟到窗外去 牠會飛走 牠會有機會飛走嘛 我們就把我們就關在房間裡面 然後在在床上拋啾啾 啾 你在床上拋牠 我拋小小力的 請問你牠已經解釋互拋嗎 沒有我們一個我們慢慢訓練牠 就不是一直拋啊 就是拋一下然後看牠的狀態 然後牠就會輕輕降落在棉被裡 對然後牠 久了之後牠就自己學會飛了 牠就會飛了 對啊所以不要帶出去外面學飛 牠會飛走 啾 再見 那就是啾啾學飛的故事 然後一開始我都以為牠是黃色的小鳥 到有一天我就發現牠頭開始長斑點了 喔 然後我就覺得奇怪牠怎麼開始長斑了 哈哈哈哈 牠頭開始長一顆一搓一搓那個紅斑 嗯 我說奇怪牠是怎麼八糟是不是 哈囉 牠就開始頭 那個額頭的部分開始長到紅斑 呃 牠怎麼了 牠不是突然一片 牠是一顆一顆 牠是一顆一顆慢慢的 就是出現那個紅斑你知道嗎 喔 牠這邊後來不是一片都紅的 是 喔牠在換毛你知道我不知道啊 喔 以前有沒有說我擺一顆全書 有沒有那麼 以前不是有小牛頓嗎 啊 我們又不會買二來看 喔 後來我 牠就開始整個換毛之後 牠整張臉都變橘紅色的 牠開始變間諜芒果 牠很間諜 然後牠特別愛洗澡 喔 鳥 沒有沒有人家說鳥都愛洗澡呢 真的嗎 鳥不是愛洗澡的動物嗎 我看那個野生的鳥 不是看到水花就跑進去 我們有一年冬天不是看到路邊有麻雀在那邊洗澡 還敢下來冰鳥 對啊 是哪一年 鞦子黏到年數版的 已經過好幾年了 我也忘記過幾年了 反正牠已經開始在我們家 從一樓可以飛到三樓的程度 自由 放出來的時候 當然我們把鳥籠放在一樓 牠會自己跑到二樓跟三樓去玩 而且牠會一邊飛一邊轉彎 好自由 牠就咻 直接衝到樓上去 牠很會飛 那因為樓上那時候剛好有那個老鼠 清洗 請問是藏鼠嗎 不是 是藏鼠就不會用年數版 你們家有老鼠跑進來 那時候俗稱那個叫淺鼠 嘴巴尖尖的那一種 對啊 然後可能下雨天或什麼的 牠就衝進我們家 然後因為我們家有一點雜物 雜物間 然後牠就定居在那邊了 然後我媽就很生氣 就是說那老鼠跑進來又趕不走 牠會生嘛 是 然後我們就放很多年數版 到處都放 放在三樓 對啊 然後就直接飛上去 然後就 我想說鳥咧 鳥種不見了 然後發現鳥黏在年數版上 我就啊 然後我就把牠抓下來 然後用那個廢紙粉撒 等一下 這樣子有用 年數版是很像麥芽糖這樣的啊 等一下 它黏在上面的時候 你用廢紙粉撒牠 你硬拔牠會受傷耶 你這樣撒廢紙粉有用嗎 不知道 炸雞排 繼續 喂 為什麼不用水沖啊 你有點溫水啊 不行 那個年數版就是 不是那麼容易就是清洗 而且牠鳥毛已經都拍在上面了 哦 對那個很難 你要用油 嗯 就是用植物油或橄欖油 或沙 反正是某種油 所以你用油嗎 沒有我用廢紙粉 哈哈哈 你現在跟我說 你跟大家講說要用油慢慢取下來 然後你用廢紙粉 然後那時候你才國中是不是 是啊 哈哈哈 那時候我才剛高一好嗎 哦你好聰明哦 哦 對啊 謝謝 反正我就把牠取下來之後 就大概去洗澎澎 嗯 然後那時候我真的很傷心 我還在想說是不是要把牠羽毛剪掉 又怕牠不會長 是 有一種叫簡語 簡語就是要限制牠飛行 哦 啊我們又不想限制牠飛行 所以我們就很努力花很多時間在那邊洗牠嘛 哦 牠後來洗到只剩一點點 牠就用換毛的方式 就是牠可能羽毛會慢慢掉 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的淘汰 牠就全新的變回一顆土芒果 哈哈哈 耶 牠變回甩牙了 哈哈哈 對啊 哦 啊可是牠花很久的時間才變回芒果 這就是Juze的故事 還沒有結束 哦 對哦 Juze Juze還有 你要講Juze迷入的故事 對啊 差不多八九年的時候 Juze八九歲的時候 八九歲的時候 嗯 然後那時候牠已經是逃走慣犯了 牠極度會開籠子 我們要用那種鑰匙扣把牠扣起來 開始怎麼學會的 他就看每天看我們放飼料 然後放牠出來玩 牠就自己開那種 牠就有樣學樣 對啊 牠就用牠的鳥水把籠子上下 上下然後去卡牠 那牠會去卡那個姿勢喔 而且牠有時候卡不住的時候要生氣 然後一直轉牠的頭 很像戰鬥托弱一樣 好像是 哎呀呀呀 就是牠會去用嘴去往把牠的那個門往上拉嘛 對 然後如果沒有卡成功 牠失敗好幾次 牠就會開始軌跤 對 對 我有印象 我覺得小美這樣 然後我就聽到那鐵龍這樣 砍砍砍砍砍砍砍 我走過去 我說牠在幹嘛 然後小美就說牠在開籠子 然後牠開 開四五次開四十八 牠就砍砍砍 那隻鳥出風風的 後來牠不是我們都不理牠 牠自己就開出來玩 對 牠就會 牠成功的話就 牠就會一腳把那個飼料推出來 撲 然後就撒在外面 牠就飛出來 牠就會開出外玩 重點是說小美 因為牠們鳥飼料牠都買 你都一次買一碗對不對 一包 一包 對 一包五十塊 小美會把牠倒在一個碗裡面 就全部倒在那個 例如說蜜蜂罐 或是蜜蜂碗裡面 然後牠就會自己飛進去吃自助餐 鳥子就會整 因為小美會把牠的飼料 那是幾個月份的飼料吧 我覺得那飼料牠可以吃很久耶 因為沒有其他鳥跟牠 share 對啊 然後鳥子就會直接飛進那一盆飼料 就那一缸飼料裡面 好香喔 後來有一次就逃獄了 我記得那一天是在睡覺 然後牠就自己開門 很剛好我就是睡覺之前 沒有把牠籠子轉向面對牆 如果面對牆 牠是不是開門也沒辦法出來 牠被牆擋住了 或者是用那個鑰匙扣把牠扣住 我剛好兩個都沒有用 然後就忘記了 結果牠就醒來的時候發現 冬隻沒有鳥 然後我想說會有人放牠出來嗎 我到處叫都沒有 然後鳥子不見了 因為我看到那個窗戶是開著的 然後我超傷心的 我馬上就騎車出去找 然後路邊沿路叫了牠 然後我說怎麼找我找不到 甚至我不知道牠是幾點飛走的 那時候是大學的時候吧 大學的時候 然後你上面打電話跟我講一直哭 然後那時候我剛好在準備我的畢業專題 我還在學校展覽 我就是第一天不見的時候 我到處找找不到牠 然後我就趕緊PO文 問有沒有人找到我的小鳥什麼的 你是在臉書 臉書上面不是有那種專門在 小鳥找點回家的社團 然後我就PO文就是找我家小鳥 把特徵都講得清楚 我們沒有裝腳環 所以超難找 我一度都快放棄了 然後我很難過 然後牠揪著在外面流浪了 就三天共兩個夜晚 然後 牠去三天兩夜 喔 牠去碧里 哈囉 喔 然後 我覺得我很絕望 因為我們家大馬路邊是交流到 小鳥那時候一直哭 我蹲在路邊哭 對 我很自責欸 重點說那時候還在畢業展覽 對啊 我還要去學校 然後我很自責 我覺得我為什麼會這麼的 笨 欸 欸 不是嗎 我幫妳說啊 喔喔 我以為是說粗心 喔粗心 哈哈哈哈 好啊 然後 然後 Juz 反正我們家外面就是交流到嘛 大交流到 對 Juz就飛走了 我超 我超級擔心 牠會被車子壓變 因為牠們家 其實牠們家外面車 車流量超大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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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重點說車子都超快的 然後我就很難過 我就覺得人生沒有希望了 喔 鳥生 然後我就是我在學校 就也都偷偷一直掉眼淚 可是如果有人來看我們的作品 我又不能在那邊哭 喔 哭啊 對 可是就在展覽的不知道第幾天 就是Juz是第三天找回來的 嗯 牠已經飛走兩個晚上了 沒有吃飯 結果在第三天的白天 我還在部展的時候 嗯 就接到一通那個來電 嗯 然後就說 有一個長得很像我Juz的 牠飛到昆山科技大學去 牠從那個仁德飛到永康 牠走 牠走交流道 欸超遠的呢 因為我家是在永康啊 對啊 我從我家騎到小美家 騎摩托車要30分鐘 Juz的用兩天三 兩 三天兩夜時間 飛到永康 我懷疑牠走交流道 後來牠就是在 後來牠就跑到昆克蛋 好像想要找水盒 喔 對然後 有人就看到牠在那邊 好像在那邊亂飛那邊找水盒 就 就去摸牠 結果牠就上手了 阿神就說這一定是有人養的 剛好牠又去找到那個社團 看到我PO的紋 阿就趕快聯絡我 喔好熱心喔 對然後 可是Juz不是很瘋嗎 很瘋啊 可是牠的時候牠已經很餓很 比較虛弱 可是我抓 我撿回來的時候牠還很健康 喔 牠一定很聰明都知道去哪裡找東西吃 哈囉 然後後來牠飛到了一個 跟我那時候髮型很像的一個女生 可能牠看到 咦 那是小美 對 我不知道 牠就飛去找牠 牠就趴在身上 牠就想說這隻鳥子 牠就把牠先收起來 牠很好心 牠也買小米給牠吃耶 對啊很善良 牠有摸豬子嗎 牠不敢摸牠說很兇 真的喔 對阿 牠應該有嘗試要摸牠吧 牠有嘗試要摸牠 那時候 然後我就 我就去看牠 然後我就把牠手伸過去 牠馬上跳到我手上 我說來趕快回家 然後馬上窩上去牠家 而且牠都知道窩哪裡 我說這隻我家 而且整個特徵就是我家的 一看就是 是 把牠龍全部用鎖頭鎖起來 不准出門 不准出門 禁足了 喔 那就是鳥子找回來的 我真的是覺得很幸運 因為 我每天都看那個社團有說 有些人的鳥子都找不回來 我就特別難過 喔 可是妳很幸運 我真的很幸運 所以妳有罰他禁足嗎 有阿 禁足一個禮拜 那我覺得後來就是 非常的小心 就是一定都會尋他的家 就睡覺前 然後一定要尋他的家 那只有我們在的時候才能 他門窗關緊了 他才能出來玩 對 有人說他們家愛情鳥 看到蠻國會發情 所以他發情是怎樣發情 然後一直磨屁股 他比較奢侈 他是用暖暖包 喔還有溫度很真實耶 高級 高級 就是用起來不假 你知道嗎 這是有溫度的 他咬完之後咧 他就生蛋了 咬一咬之後直接下蛋 當然不是阿 他要醞釀一段時間 可以下蛋了 排卵期 哈囉 小美他家的鳥還有一個小毛病 就是他不會翻肚子 喔他家他不會翻 而且他洗澡只會洗那顆頭 他只洗頭 他只洗頭的部分 我就覺得你家的鳥怪怪的 喔 他 別人家的鳥特別怪 他會整個翻過來 然後還會泡在湯裡面 就是 我看那個人家的影片阿 網路上的影片 別人的鳥是整隻可以反過來抓 他就會躺在他的手上裡面 然後睡覺 然後 小美他們家的鳥 只要小美把他翻過來 他就會 他就是整個傾笑 他就是整個鬼叫 然後咬 他就那時候你如果翻 你如果硬翻他 他會咬你 他會咬爆嗎 對 他完全不接受別人翻他 而且他不接受洗大量 就是身體不洗這樣 他有時候會洗得很濕濕 他心情的問題 基本上只洗那顆頭 那我們要接著講鳥子的後續 好啊 對那時候八九年的時候他飛走 那一回來又陪伴了我們好幾年 然後來到了鳥子的第十三年 他那時候真的老很多 他超老的捏 他頭上都很多白毛 他基本上已經 對啊然後他基本上長時間在睡覺 啊他飛出來只會飛一下下 然後咬紙張 鳥子鳥子他有一個特性 鳥子就是他會飛出來 然後咬那個 月曆或是一些 月曆或什麼 啊我高中的時候養他嘛 然後我學校就有一些畫圖啊 我的素描作業啊 還有我的聯絡布都被他咬過 那有一次我聯絡布被他咬一條一條 剛好是姓名那裡 然後我就 聯絡布被咬爛的怎麼辦 然後我就把它拼回去 然後用交代年代 然後重點說他們不是咬一咬之後還會往 鳥子 他會往身體塞 對他會把一根一根的插在自己的背上 對他會插得很漂亮 把自己插得很孔穴一樣 對啊 我們就是會有全年廣告單 可是他有時候沒有收到廣告單 他會想咬東西嘛 所以我們就會每年都買 就是會去找一本那個日曆 日曆就是每天撕的那一種 我會掛在牆上讓他撕 然後他會就從一月份開始咬到七月份 好好吃喔 然後他就掛在上面咬 他每天都去咬 然後地板上到處都是屑屑 是你們家地板上都是那個日曆的屑屑 對到處都是他的屑屑 可是後來他很老了 他就咬不動了 對啊他就咬不動了 然後我們就只能放在桌子上 要咬那些比較簡單的東西 然後到第十三年的時候 就只已經老扣扣了 我們就明顯看到他的活動力下降 他變奶奶了 他變奶奶了 他越來越不太愛飛 飛一下下就用走路的 他甚至也不太愛走 然後有一天 那時候我已經出社會找第二份工作了 嗯 要準備出門之前 那一段時間我已經發現 朱子的活動力都下降了 他越來越沒精神 我們就很注意他 是不是又感冒了 或生病 因為你要感冒的時候 眼睛會閉起來 然後毛會蓬蓬的 嗯 可是那時候他沒有這些症狀 所以看不出來他是生病 嗯 可是明顯感受到他已經 活動力下降 活動力下降很多 我們就在 我們就會開始很認真觀察 他是不是有生病的傾向 是 然後那一天我要準備要上班之前 我發現他那一天特別的沒精神 嗯 然後我就趕緊跟公司請了請假 嗯 我就打電話給我的那個店長 我就跟他講說我我家寵物好像有點怪怪的 那我早上想要請半天的假 我帶他去看醫生 嗯 然後我就把他 就是封得很好之後帶去給醫生看 然後醫生就看一下就說他很老了喔 啊我先照個X光 那你看小那個動物都沒有健保 那照X光都很貴 照一次要多少 小鳥照一次兩千塊 啊 他說因為你不照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素囊發炎 還是腸胃有沒有堵塞 便便拍不出去你不知道 是 然後我就給他照X光 他就說 呃他很老啦 所以你看他的器官都很腫脹 就是他器官已經不太OK了 就老了啦 對他就很老了 然後後來他就說 那就盡量不要給他吃那個肝影飼料 給他吃鳥奶粉 嗯 然後我就買了一罐鳥奶粉 可是那時候Juice其實已經看起來很 已經很不行了 是怎樣很不行 就是他已經病奄奄 已經完全不動了 很像插一口氣那種感覺 其實那時候我已經心機如粉 而且我 我已經 你不是一邊哭嗎 對啊我 你最愛哭了 你什麼時候都在哭 我就是一邊哭一邊帶下去 因為我看他樣子我真的很心疼 然後我那天我就帶他去看醫生嘛 然後我就照完X光買一瓶鳥奶粉 就把他好好的帶回來之後 我把他剛放下去 嗯 然後看著他 嗯 然後因為醫生有開藥 嗯 然後我才剛要給他為了第一口藥而已 然後他就一個深呼吸 然後他就再見了 我會很難過 我覺得我好像什麼事都沒做 嗯 然後我也要吃藥 他連藥都還沒吃進去那一餐 那他就再見了 然後我就很難過 就整個眼淚流出來就痛哭 嗯 然後我就說Juice要 我就馬上跟他 其實我心裡知道嘛 我就馬上跟他說Juice要一路好走 我們都很愛你 然後你要記得跟著菩薩去 然後就 不要亂咬 你要乖一點 然後後來我就放佛經給他聽嘛 我先把他安置在家 我媽媽也知道我很難過 然後他就是 就幫 他就覺得Juice既然不在 然後好好打理他的家跟什麼 我們就 換一個心情的方式 就把他的家給收起來 弄一弄整理一下 然後Juice就放在桌上 讓他聽那個佛經嘛 嗯 我就一邊哭 然後一邊騎回去那一間那個 寵物店 嗯 我就說這個不用了 然後那 那寵物店的醫生他就說 還是來不及 對嗎 然後我說對 然後我說 沒關係還是謝謝你 我就回來了 那我處理他 把稍微把他用布 乾淨的布把他包起來之後 因為Juice很小一隻 嗯 然後我就把他種在那個很普通的 小花盆裡面 你剛剛是不是說種 哈哈哈哈 你把他埋在盆栽裡 對 哈哈哈哈哈哈 我看他不會趴牙 哈哈 馬A不是種 喔 等一下他叫土麻糊 哈哈哈哈 然後我就很強硬的打起精神來 然後去上班了 上班之後我就一直在裝盲 我就不想去想這件事你知道 我就一直在裝盲 然後後來又過了一天之後 嗯 過一天之後然後他就說 那個小美讓你昨天修 有請假嘛 啊你去寫假單 嗯 然後我就說怎麼辦 我又不怎麼請假 我要怎麼寫 結果那個我同事就說 那個你寫商駕 喔喔喔喔喔喔 然後我就欸 好像有點道理欸 喔喔喔喔 那個寵物死掉啊 也算是一種商駕嘛 喔喔喔 然後我就寫商駕 結果送去給主管的時候 他就說你開什麼玩笑 寫商駕你是誰過世你 我是小鳥 我說欸 喔喔 他跟你的家人一樣啊 對啊我是這麼想的啊 哈哈哈哈 啊結果回來之後 他就開玩笑 然後就說 看小美你還真的這樣寫 喔喔 我不然欸 喔 我只知道那時候 休止過世的那天 小美打電話過來一直哭 對啊 我那時候一下子深刻 你就你打電話 我說喂 然後你就你什麼話都沒說 你就說休止死掉了 然後就一直哭 嘿嘿嘿 喔 所以這就是 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嗎 這就是我對休止的愛 畢竟休止養了 真的十三年 十三年好久喔 比我們兩個認識還要久 欸真的欸 休止和你認識 比我們兩個認識還要久 對啊 我們要收個尾 影片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去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也可以去訂閱我們的副頻道 還按個喜歡 比心 比心 好 好 大家買到麵了 買麵 買麵 改裝了 最後的影片 再見